一个县竟然生活着166位百岁老人 这些老人依然可以生活自如 外出旅游 这些百岁老人究竟因何健康长寿 走遍中国 人生百岁不稀奇 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中国有句老话叫山中也有千年树 世上难逢百岁人 说的是这世间千年以上的树不难寻 但是百岁以上的人却不多见 可是在河南省的下一线 人过百岁算不上什么稀奇事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在那里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达到了将近3000位 其中百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多达166位 这些百岁老人大多身体健康 开朗豁达 您看照片上的这位老人 他今年已经109岁了 就在几年前 老人还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乘坐飞机前往北京 澳门 香港 台湾等地旅游 被当地的媒体称为年龄最长的游客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长寿人群主要是分布在 广西 四川 海南 云南 广东 还有新疆等地 这些地方大多都是环境优美 气候宜人 比如说像广西的凤山 四川的彭山 还有海南的城脉等地 而且大多都是沿江河流域分布 那么位于中原腹地的夏翼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长寿人群呢 这里和别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为此我们栏目组的记者两次前往夏翼去一探究竟 河南省的夏翼县 地处河南省东南部 这里曾经是黄河故道和隋唐运河流经的主要干道 也是中国著名的长寿之乡 记者来到夏翼后发现 无论在县城还是乡村 年长的老人随处可见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夏翼县的河影乡 据说这里是下一线长寿老人比较多的地方 你今年多大了 多大了 这就九十了 九十了 你今年多大了 八六 八十六 身体还好 你呢 我今年九十了 九十了 老人们说 他们并不是村里最年长的 那位骑车的老人才是村里年龄最大的 老人名叫刘百明 他是远近闻名的老寿星 你每天都去那个三轮呗啊 我去的外头都外 哦哦哦哦哦哦 我來就在北京那日在給我記者的記者看看 我說錯了他 他問你先你好 他問一百多歲害怕錯了 多大歲數 我有選沒人 我有選沒人 找去找去哪 我看一下 1911年4月20 這老人真是 找我 根據老人老年政上的出生日期推算 劉拜明今年已經一百零四歲 老人帶我們來到他家 他說 你們去你來就好了 那時候老伴還在 他也一百多歲 你可不可 不可不可 不可不可 我上海內鬧了 上海內鬧了 上海內鬧 上海內鬧 你看你的一杯多了 老人 老人開心的笑聲深深地感染了我們 家裡人告訴我們 老人平日裡最喜歡和村裡的其他老人一起玩麻將 那麼 老人究竟為何能夠長壽 自從老伴去世以後 劉拜明就和兒子生活在一起 老人騎車回家 正趕上吃午飯 我們走進廚房 劉拜明的兒媳婦正在做一種 據說是老人最愛吃的菜 做法很簡單 就是將菜葉和上面粉 再放到蒸屁上 用小火慢慢蒸熟 這種蒸菜的做法 避免了油炸烹炒 造成的營養損耗 最大程度的保持了蔬菜的營養不流失 出鍋後 作以簡單的調料就可以上桌了 這是夏裔當地老人們 普遍喜歡吃的一種菜 劉拜明的兒媳婦 今年已經八十多歲 仍然每天悉心的 照顧著劉拜明的飲食起居 而媳婦告訴我們 老人每天都要喝幾口 當地產的糧食酒 這是他老人家幾十年的生活習慣 我們在巡訪中發現 夏裔的蔬菜品種豐富 這裡是河南省重要的蔬菜生產基地 白菜、茄子、辣椒、食用菌、紅薯等等 都可以作為蒸菜的原料 夏裔的林業資源也相當豐富 據相關資料統計 森林覆蓋率高達26.9% 這在中原腹地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我們在路上隨處可見茂密的樹林 這些綠色植被產生豐富的富養鼻子 是夏裔人寶貴的財富 不能不說是嚴寧易壽的有利因素 但是擁有豐富林木資源和優美環境的 並不只有夏裔 為什麼偏偏在這裡 這麼集中的出現長壽現象 在尋訪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 下一線境內至今依然留存著黃河故道和隋唐運河的故道 這流淌數千年的河水養育了這片土地的人們 從這些沉積了幾千年的土壤中湧出的水 真的擁有讓人長壽的神秘力量 為了找到這裡的老人長壽的原因 我們特地在有百名老人自家的景中提取了水樣 這裡的水和別的地方的水又有什麼不同呢 事實上我們的記者在尋訪當中收集的資料也顯示 夏裔土壤和糧食作物當中含溪量含思量都比較高 而夏裔的水則是最適用於人群飲用的偏碱性水 水中溪的含量高出了全國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更重要的是雖然這些元素的含量比較高 但是它正好適合人體的需要 溪是一種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 被科學家稱之為人體微量元素當中的防癌之王 具有解毒和延緩衰老的作用 而思則具有防止動脈硬化 防止血栓形成的功能 那麼夏裔的水果真如我們所了解的這樣 是老人長壽的原因之一嗎 經過檢驗我們從六百名老人家提取的水樣當中得到了答案 我們從六百名老人家去的井水被送到權威檢驗不滿 檢測出的結果果然非同一般 水的吸含量達到了每升0.7微克 絲的含量也大大高出其他地區 看來這裡獨特的水質也是夏裔人長壽的原因之一 記者在尋訪中找到了夏裔的縣制 發現裡面不僅記錄了夏裔的人文地理 同時還有關於縣內歷代百歲獸星的記載 在夏裔縣城裡我們又找到一位老壽星 這老他這兒子 對 你媽媽在這兒 對 好 那聽我們看看走 好好好 這是我的媽媽 這是我的媽媽 奶奶好 奶奶你好 農了眼不滑 耳朵有點農了 眼睛不滑 眼不滑 眼睛不滑 输馬的 输馬的 這是戶口本 戶口本 叫王張氏 他是你們家的戶主 啊 1906年 10月16日出生 嗯 按照戶口本上登記的時間推算 1906年出生的王張氏 今年已經109歲了 王張氏的家人告訴我們 他至今還可以穿針引線 令我們感到意外的事 老人很輕鬆的就把線穿過了針牙 前幾年看著老人身體健鎖 晚輩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戴老人 待老人先後暢遊北京 香港 台灣 提起這次旅行 老人充滿了自豪感 啊 嗯 嗯 那北京 在西邊的天然 以前呀都也走不來了 今天呀都 前都 你來上了 呵呵 呵呵 在北京西蘭州的 那個大院的 啊 北京西蘭 啊 地田 那有 毛主席不 嗯 這個地方 新年堂啊 啊 去過紀念堂 老人紀念堂 啊 旅途中 老人被香港 台灣的媒體 成為大陸最高齡的遊客 在前往香港的飛機上 空姐們都說 他們是第一次看見百歲老人 還能坐飛機 去那麼遠的地方 旅行回來不久 王章時老人 就接受了我們記者的采訪 說到這次旅行 老人滿臉喜悅 從雲上來過去的 啊 從雲上來過去的 嗯 踩著雲過去的 嗯 那當時還怕不 不害怕 不害怕 我也不膩也不雲 也不雲 那說明您心臟很好 嗯 說明您身體好啊 嗯 嗯 第一次坐飛機的老人 老人 絲毫沒有運機的反應 一路順利到達香港 怕老人行走辛苦 兒女們特意帶了輪椅 推著母親掛 老人向來注意形象 在時尚的大都市 自己的裝束 也要緊跟潮流才行 一路上 在晚輩們的照料下 老人顯得非常開心 家人告訴我們 每當天氣好的時候 老人就會親自量製 自己最愛吃的紅薯片 那個 家裡人對你好不好 哦 好啊 哦 都對你好啊 現在 王章是一家武士同堂 老人對現在的生活 非常滿意 當問起王章是長壽的原因 他兒子給了我們這樣的回答 他很常管 心裡不做事 這個有啥就說出來 這個死想也很愉快 整天警察也好 我們家這些人呢 把我小孩 這個 我的孫子在外面上読 每個人都給他要個電話 一跟他說他高興就了不起 他感到巨家人對他都很 這個都疼的 都孝敬的 他就死想高興 這個老人最需要的就是 健康 撒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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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歲的老人 精神頭依然這麼好 真的是讓人佩服 在走訪當中呢 記者還注意到 百歲老人的家庭 大多是和睦溫心的 子女也非常孝順 這和夏義一直以來 傳承的以孝為先的風氣 有著密切的關係 據說呢 夏義啊 還是孔子的故鄉 雖然孔子生於魯國 他的祖先 卻居住在夏義 因此孔子長大之後 常常回到夏義 還鄉祭祖 傳承思想 孔子仁而孝的思想 便由此根植在夏義人的心中 後人還特地建立了 孔子還鄉祠 以此來紀念孔子回鄉祭祖 美國心理學教授 霍華德·弗里德曼 和萊斯利·馬丁 經過二十年的研究發現 影響壽命的決定性因素當中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人際關係 好的人際關係呢 包括和睦的家庭 親人之間良好的關係 兩位美國教授通過研究表明 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是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的 不僅能夠使人心情愉悅 還能夠增強人的免疫能力 在夏義像王章氏這樣 幸福的老人啊 隨處可見 這位老人叫胡椒氏 今年已經一百一十歲了 平日裡老人總是閒不住 總愛幫家人 幹點力所能及的活 別看老人已經一百一十歲了 但看著手勁 恐怕還是很多年輕人 望塵莫及的呢 老人現在跟孫子一家一起生活 平時都是孫媳婦照顧老人 說起照顧奶奶 孫媳婦很坦率 嘻 可麻煩了 是嗎 她的思想太多 可麻煩了 什麼事情啊 你有什麼思想 比如我咱的年輕人 你有炒菜你都吃脆菜 他你有吃脆菜他就吃不動 你只給他炒面 你有炒面啊 你就都得給他吃面 你有麵糰啊 你他你下來下到鍋裡 在那一圈你我炒來那個 檢陽麵糰好吃 他就給他烘弄麵糰好吃 你就得給他隔過來就烘弄了 那你也得跟著吃那個 他都得跟著吃那個 比如說你我那天吃米飯吧 米飯你我在那都吃那個擀米飯 他就得吃軟米飯 就得給他捂軟米飯 做軟米飯吃 那你們怎麼樣 我跟他也跟他在那裡 就這樣吃四千串了 也就習慣了 你你找辣椒 你我在那不吃辣椒就沒有煙 就他就吃大飯都沒有味 那你心裡是不是有的時候也覺得委屈 唉 酒都不煩惱 老人就他心裡高興 我在心裡受的威脅明確 就這樣 是嗎 就是 誰在頭那你不能活 誰在頭都沒在頭 你又不從那裡都活吧 給他過十六年了他給他吃飯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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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啊 她是誰啊 那是沈的媳婦啊 誰啊 歇了一會兒 趁孫媳婦不注意 老人竟然帶著一把鐮刀自己溜出來 很快老人就被孫媳婦發現了 這糊頭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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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 每天孫媳婦都要時刻盯著老人 怪不得 人們都說 照顧老人 其實跟照顧孩子一樣 需要百分之百的細心呵護 累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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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坐下 將孫擴大到整個社會 是中國儒家的一大成就 這幾乎成為了中華民族 有別於其他民族的最大特點 以孫之天下 甚至是中國古代帝王的治國方略 並由此形成了難以動搖的社會風氣 對孫的延伸 就是 對於父母 對於自己的祖先 對於整個社會的 甚至於每一個人 因為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生存 不可能只靠自己 這個社會都是互相綁承的 你離不開我 我也離不開你的 同樣幸福的老人 在夏裔很多很多 家住齊和鄉的莊寒氏 就是其中一位 他平時愛編中國節 我們進屋的時候 老人還是捨不得放下手中的活 我們索性跟著學起來 你教我做一個吧 教我做一個 我也想學學 你一個 快 這是一個 把這個 這個繞上 這樣轉出來嗎 把這個轉出來 我這活太細了 這樣轉 抽 然後呢 本以為百歲老人能做的活計 我們年輕人應該不再畫家 可是記者最終還是沒有學會 真沒想到104歲的手指 還可以這樣靈活自如 一天這個能做幾個 做幾個 週日每個 一天二百個啊 二百個 在一塊不要用喝 生活上都不要用喝 老太太比方說有什麼 特殊一點的要求沒有 沒有 沒有 要求不高 整天說現在吃 腦袋也比一下吃得好得好 老太脾氣咋樣 脾氣好 愛說愛笑 當我們了解了 深脈在夏宇人心目中的 仁厚和孝道思想之後 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這裡的老人們 這麼開心幸福 長壽享樂呢 這也是中原腹地出現這個 明陽四方的長壽之鄉 最根本的原因吧 尋訪夏意長壽奧秘的行程 結束了 當我們向老人們道別的時候 他們臉上洋溢著 讓人難忘的歡快與幸福 這是發自內心的一種安然和滿足 孔子曰 人者瘦 也許就是這個道理吧 在拍攝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發現 除了這好山好水之外 大部分的百歲老人操勞一生 課勤課減 鍛鍊出了過硬的身板 並且還養成了早睡早起 勤苦勞作的生活習慣 深信 常坐深不見 常睡 體自貪 而且老人們大多都是性格開朗 勒於奉献 這也正是了孔子的大得必得其受 淳朴和諧的人際關係 寬闊的胸懷 充滿愛意的家庭 這些 或許才是夏意老人們 長壽的秘訣吧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再見 再見